Hello 我是Edwin 我們來看看Samsung 2022年2月的發佈會說了些什麼 首先是Samsung Galaxy S22和S22 Plus 兩部機的設計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主要是大小相的分別 四種顏色給你選擇 首先說一下相機的系統 全新的主要鏡頭5000萬像素 有更大的感光元件捕捉到更加多的細節 1000萬像素的長焦距鏡頭提供三倍變焦 新的Super HDR令你在背光的環境下都拍得更加美 在拍片方面加強了光學防手震和電子防手震 防手震的效果更加明顯 在夜晚自拍也會更加美 另外亦都加強了人像模式 更加清楚地將人像在背景分隔出來 相機APP上面的強大功能在部分社交媒體的APP上面都可以用到 包括Snapchat、Instagram和TikTok 這裏有一個Galaxy S22和S22 Plus的總結畫面 大家可以暫停來看看 售價是$799美金和$999美金 今天可以開始預訂 25號就會正式上市 在某些國家某些地區的Samsung.com上面買 就可以買到更加多的顏色 接著是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設計就跟過往的Galaxy Note很相似 鏡頭就安在相機裡面 只是突出了一點出來 暮光黑、暮光白、森林綠、暗酒紅、四種顏色 終於把S-Pen帶到Galaxy S系列裡面 S22 Ultra配備S-Pen 利用AI做不足路徑的預測 使用這支S-Pen的時候極低延遲 只有2.8毫秒 比起之前的9毫秒有很大的進步 在Microsoft Outlook上做一項特別功能 可以選取特定的文字去做回覆 這個功能目前在S-Pen才可以做得到 機殼用了非常硬正的加強鋁金屬 部機的正面和背面都用了Samsung才有的 Gerrilla Glass Victus Plus 玻璃物料 說到螢幕的話 就有6.8吋螢幕 新的Dynamic AMOLED 2X Display 120Hz 亦都可以降至1Hz去省電 螢幕最高的亮度達到1750nits 還有新的Vision Booster 在猛烈的太陽之下 都可以還原正常的色彩和亮度 Galaxy S22將會使用4納米製程處理器 亦都重新設計了整個散熱的結構 8K的影片拍攝 用上10800萬像素的相機鏡頭 同時拍幾張相片合成在一起 結果就要出來一張曝光剛剛好 有非常多細節在裡面的10800萬像素影像 除了超廣角鏡和標準鏡頭之外 還會有10倍變焦的長焦距鏡頭 和3倍變焦的長焦距鏡頭 總共是4顆鏡頭 Samsung放了很多心機到夜拍的功能上面 在感光元件上每一顆像素的感光範圍也更大 再加上防止反光的塗層 再加上多重影像處理 就做到更好的夜拍功能 在拍片方面也有剛才說過的光學防手震和電子防手震 在不同的燈光環境下 都會自動幫你切換每秒影格的數量 有需要的話也可以打開Pro Mode 自行調整相機的設定 而且所有鏡頭都可以用到Pro Mode 另外你要拍RAW的話還有一個App叫ExpertRAW 就可以拍到幾張相機的數據 合成一張RAW 這裡有一個Galaxy S22 Ultra的總結畫面 大家可以暫停看看 25號正式上市 價錢由1,199美金起 某些國家某些地區在Samsung.com買 就可以有其他顏色選擇 接著是Galaxy Tab S8系列 這裡主要講Galaxy Tab S8 Ultra 14.6吋的Super AMOLED 120Hz的Screen 邊框更窄 手機更薄 很明顯見到有個M字額 有兩個鏡頭在上面 亦都有根據人像去自動裁展畫面的功能 有三支咪在裡面 語音通話更加清晰 同樣都是用了4納米製程的處理器 最多16GB RAM可以插Micro SD卡 這裡有個總結畫面 可以暫停來看看 Tab S8 Ultra 1,099美金起 Tab S8 Plus 899美金起 Tab S8 699美金起 以上所有產品的香港售價 和香港上市日期都還未知道 講完 你現在就用了4分多鐘 看完一個小時的發佈會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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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